不接受疫情班,疫情班应届生简直是受不了,没办法说。 近日,一名2024届毕业生发文,在BOSS制聘上与某物联公司老板沟通时,被对方如此恢复。 记者向该公司负责人求证,对方承认不接受22届、23届、24届毕业生,并表示,疫情班是部分企业老板间交流的口头语。 现在不少用人单位的确对疫情班的学生态度不友好,评价差。 记者照查发现,2022年至2024年,毕业的大学生在求职时,的确有一部分人被疫情期间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整体素质差的理由回绝过,有小至十多人规模的公司,也有大至少万人的起因。 一家用人单位招聘人员向记者解释,他们认为,在工作实践中,疫情期间毕业的大学生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 这几些大学生分层现象更严重,两有不齐,差得太差,为避免用人筛选成本。 一些用人单位倾向拒绝接受疫情期间毕业的几些大学生。 一位江姓扶子人还称,疫情期间毕业的大学生拥有一些共同的问题, 疫情期间养成了边上网课边玩手机的习惯,导致工作时不能集中注意力。 长时间线上的教育博士断裂了大学生的正常社交关系,走上工作坑位时也不敢开口说话。 线上博士中,大学生养成了早上不起,晚上不睡,迟到早退的习惯,普遍没有自制力,社会事业力差。 该怎么 vid你 meny Ducking宝宝就不来好。 萱不 Shopify 發费 Untertitel 君 阻 亀 instrument 记 Shepherd